我们首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八华喀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坦承三宝 敬礼今天的护魔祖孙 宗卡巴大师师母 图登西地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主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立法院 马文均立委 台南市议会 蔡旺前议员 中央研究院院是 朱石仪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前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雅珍女士 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费方律师 罗日良律师 王业勤律师 中国中博士教授团 医护团全体成员 敬宇企业公司总经理 张宜珍女士 木雅艺术家 简正新先生 高雄市议会 方信州服务处执行长 万春贤先生 万春贤先生 书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泽霞女士 法官功德会总会长及大爷满酒之地 道果吉言结晶制作人 连月上师 主持人 佩军师姐 My sister 卢圣梅女士 My sister 卢国英女士 My sister and husband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C thank you 感谢 麦造坂 荷家 打摘十万元 Aван 前 irm 香港 真 召 敬 和家 打摘十万元 Aван 前 irm Avan 前 irm Avan 前 irm Avan 前 irm 好,大家午安,大家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 Nomo konnichiwa. 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for coming. Why say thank you for coming? Because today is rain day. Thank you for coming. 剛剛我在去點燃附魔火的時候, 經過鍾卡巴大師那裡, 在一剎那之間, 鍾卡巴就跟師尊相應了。 然後我走那幾步路了, 發覺他在叫我, 我又走回來, 跟跟他合掌, 跟我講了幾句話, 我卻聽不懂。 聽不懂的時候, 我就講說我懂了,懂了。 然後就點完附魔火, 就走回來。 走回來上了這個法座, 我要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轉。 一轉, 一轉, 發覺轉不動。 什麼原因呢? 因為那個地毯是濕的, 我的這個shoes, 我的shoes, 就濕掉了。 濕掉了, 再加上木頭, 旋轉就不容易。 轉了半天, 總算轉出來。 搖搖擺擺。 一轉呢, 就差一點跌倒了, 濕氣重心, 上來。 原來是出去走了, 走到濕的地方, 你這個鞋子有了水, 它會黏在這個, 好像是說木板上, 你轉不動。 回到法座, 中卡巴跟我講, 我剛剛跟你講的就是說, 你不要在上面旋轉。 他說, 他也懂得這個物理, 這個是屬於物理, 物理。 你鞋子沾那濕的, 因為我這個鞋底下是屬於膠, 鞋底下是膠, 膠的沾那濕的, 就沒辦法轉。 如果乾的話, 它就很好轉, 轉三百六十度。 濕的話, 你用力轉, 人都會有點清醒。 所以剛剛他叫我說, 不要轉, 我就說,我知道。 其實不知道。 因為跟我講了什麼, 他說, 他說,我叫你, 上來這裡, 不要轉三百六十度。 你可以慢慢的, 像軍人一樣的, 這樣子轉。 像阿兵哥一樣, 這樣子轉。 先轉一百八十, 九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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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轉。 然後你開上法座, 他就是跟我這樣子講的。 那麼今天呢, 謝謝大家來, 因為今天是下雨天。 這個, 下雨天, 這個開車也要,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下雨天開車也要小心一點。 我們在西雅圖, 這個, 前天, 又下大雪。 前天又下大雪。 三夜, 已經三夜幾號了? 三夜八號, 三夜七號, 三夜七號又下雪。 今天三夜九號, 我知道。 那西雅圖三夜七號, 他又下雪。 這樣。 今年的雪特別多, 西雅圖, 西雅圖, 這雪特別多。 當然, 空氣是特別的好。 空氣特別的好。 那, 台灣的空氣, 自從火力發電以後, 台中的空氣就不太好。 那今天, 這個專訪的人來問我, 為什麼, 你有什麼辦法, 讓空氣的污染能夠解決? 其實, 如果火力發電, 非要用火力發電不可, 其實, 其實核子發電, 它本身就沒有空氣污染的問題。 但是因為, 這個, 政府方面希望, 不能用核子發電, 就用火力發電。 現代文明的國家, 比較先進文明的國家, 都是核子發電。 算不算倒退, 我是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 米火力發電就會這樣, 就是污染了整個空氣。 而且, 台中的火力發電, 是十個煙窗。 十個煙窗, 就有十個鍋爐。 在燃燒。 那我, 今天的專訪, 這個, 問我, 空氣污染怎麼辦? 我回答是這樣子, 所謂空氣污染, 會出現煙, 是因為燃燒不完整。 煤炭燃燃不完整, 才會出煙。 如果煤炭全部燃燒了, 很非常完整, 它就不會出煙。 希望我們的科技能夠, 想辦法讓煤炭完全燃燒, 而不出煙。 我是跟這個記者這樣子講的,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在這些煙窗的上面, 布滿了一層網, 有網上面可以灑水, 灑水, 像下雨一樣的灑水。 煙一出來, 馬上就用風把它吹到一邊, 然後用灑水把這些煙, 由於雨水的下降, 把這些煙全部掉到地面上, 或者是海面上。 這樣才不會影響人的身體。 我本人是這樣子回答, 但是後面那一項沒有講, 也就是說, 當煙出來的時候, 就用灑水的方法, 把那個煙窗的這些煙, 給它降下來, 不要跑到陸地上。 唯有這兩個方法, 不然就按照我第三個方法, 做一個摩天輪的電烘扇。 摩天輪的電烘扇, 在十個煙窗面前, 火力花電廠的煙窗, 面前把生出來的煙, 吹向海面, 一直吹向海面。 我有這個方法。 不然你要用火力花電, 這個, 我們這個教授團, 裡面學電機的多得很。 大家都很多人, 像王李教授電機的, 連音法師的爸爸, 也是學電機的, 他也是電機的教授, 很多電機的, 他們都知道, 這個, 發電的原理, 發電,怎麼樣子, 電機的, 他都知道這個, 怎麼樣子產生電, 怎麼樣子輸送, 怎麼樣子, 用染煤的方法, 升電, 地熱的方法, 升電, 烘力的方法, 升電, 這個, 水力的方法, 升電, 。 盒子的方法, 去升電, 這個電機的都會明白, 那我是, 我雖然不是學電機的, 但是我在火力發電廠做過, 我高中剛剛畢業的那一年, 然後我去考軍校, 那軍校這個還沒有發榜的時候, 我去南部火力發電廠, 就高雄電力公司, 南部火力發電廠, 我在那邊工作, 我在修理工廠中工作, 稍稍微也懂得電機, 然後我也在哪裡做過, 台灣電力公司, 發電管理廠, 電錶檢驗站, 跟修理工廠, 我都做過, 我是修理變壓器, 修理變壓器, 我知道三千山的, 三千山的, 它會把人吸進去, 然後, 我知道, 上萬的, 這個高壓, 高壓電的, 上萬的, 會把人彈開, 會把人彈開, 那我在發電電力公司, 管理處修理工廠, 我曾經被七千多瓦的, 七千多瓦的電過, 它是鎖一按, 然後它就從鎖進來, 一直下去, 一直到腳, 到接地的地方, 啪, 整個人, 在那邊搖搖擺擺, 我是被電七千多瓦的電過, 所以因為電了以後, 沒有電了, 以前我是很笨的, 讀書都很不好, 後來我讀書, 你看我初中的時候, 讀書是從後面來第二名, 從後面算是第二名, 而且我還留級兩次, 那時候講, 六地部, 假菜部, 六地部, 假菜部, 這樣子, 我留級兩次, 然後, 給我學校, 把所有的, 初中的學生, 全部留級的, 全部集中在一個學校, 就現在的, 洪甲, 那個洪甲, 高雄的洪甲, 洪甲初中還是高中, 我是初中的時候, 留級兩次, 到了那邊, 學了執信班, 學了執信班, 因為, 我雖然留級, 但是所有的那一班, 全部都是留級的, 一共有兩班, 其中一班都是留級的, 他們留級的在一起, 所有的留級生當中, 我成績算是最好的, 所以我變成留級班的魔幻生, 那時候開始產生, 那時候開始產生, 我當了魔幻生啊, 我不能輸給別人啊, 我就很認真讀書, 結果呢, 我讀, 我在初中的時候啊, 到了留級班以後, 我都是第一名, 因為都是留級的嘛, 我就變成第一名, 第一名以後, 再考高雄, 就考上高雄高工, 然後在高雄高工裡面啊, 我還以為我是魔幻生, 但是呢, 我真的非常的拼, 非常努力讀書, 所以高雄高工, 這個六個學期, 六個學期, 我是前班第一名, 加薪水泥公司的蔣協軍, 加薪水泥公司的蔣協軍, 每一期, 我都協雜費前面, 而且又拿蔣協軍, 這是我自己本身的過去, 但是, 父親是在電力公司裡面, 他當城莊部的部長, 又調到青山電廠, 青山, 就是以前的Tazumi, 打建水壩, 青山電廠, 在那邊做人事, 他也是屬於人事課的課長, 那我都是, 因為我阿姨的關係, 我姨父, 我姨父呢, 是在花蓮電力公司當業務課長, 我姐夫啊, 在電力公司, 高雄電力公司管理處, 當總務課長, 我最大的伯父, 在電力公司當企劃處台北, 企劃處的處長, 企劃處的處長, 那是最大的, 因為他的關係, 把所有的家人全部集合起來, 全部在電力公司, 包括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我妹夫, 都是電力公司的, 我妹妹也都是, 都是在電力公司裡面上班, 這個一般的, 這個都是, 都是在電力公司的, 我大妹也是在電力公司, 結婚的對象也是電力公司的, 現在目前的, 最近我跟中科巴主持, 彼此之間常常接觸, 他常常到我家來, 常常到我家來做客, 帶給黃色的光明, 這樣子, 很燦爛, 我第一次跟中科巴接觸, 是因為我講密中道次第管論, 他出現在虛空之中, 放光照我, 然後我就把密中道次第管論, 就把它講完, 由於中科巴的加持, 我中科巴的住的密中道次第管論, 就把它完成, 最近他常常下降, 我告訴你, 中科巴的身材, 師尊對小孩子這個很疼愛, 他們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師尊, 師尊你好高喔, 他看著我, 小孩子當然看我當然高了, 對不對, 那個小女孩跟我講, 師尊, 你身材好高喔, 我會很高興, 今天又是植樹節, 他們講來, 對方講來一句話, 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跟樹一樣的, 一直長高,一直長高, 我聽到也很高興, 我會跟植樹的樹一起長高, 你看, 多好, 我一想, 欸不對啊, 小孩子講可以長得高, 我不會長高, 好, 告訴你, 一個秘密, 中科巴的身高啊, 不是很高, 對, 沒錯, 其實藏人一般來講身材都很高, 奇怪, 中科巴的身材就是不高, 我只見到他的耳朵, 真的, 他的耳朵比我更大便, 耳朵比我更大, 長, 我沒有跟他量, 不知道, 但是他的耳朵, 耳朵扇, 開出來很大便, 開出來很大便, 那面孔呢, 稍微有一點嚴, 稍微有一點嚴, 但是笑容可居, 他經常帶著微笑, 他到我家的時候啊, 跟我談, 我們也是很老朋友的, 老朋友, 老朋友我就問, 他問我,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說, 對啦, 柯皮講了一句話, 人吃五穀雜糧, 一定有病, 一定有病, 我說, 我真的有病, 我是有病, 但是我把病當為我的伴侶, 我跟病合一, 我用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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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調整我身上的病, 我試了, 是有病, 確實有病, 中可巴告訴我一個病, 你的病啊, 也就是我的病, 哈? 中可巴有病嗎? 後來我看他的, 以前想起他的傳記, 真耶喔, 中可巴有病, 因為那時候, 那個永樂皇帝啊, 是哪一個朝代的? 明朝永樂皇帝, 一直請中可巴去, 到北京去跟他敬見, 敬見皇帝, 因為他的名氣很大, 在西藏的時候名氣很大, 他說稱病, 推圍在他的傳記裡面, 稱病, 我身上有病, 我不能走那麼遠的路, 所以他真的, 中可巴一直都沒有去敬見永樂皇帝, 只有他派來一次弟子, 叫施迦也施, 施迦也施去了北京, 然後見了永樂皇帝, 永樂皇帝封給他大慈法王, 就施迦也施是大慈法王, 有這一段記載, 我說中可巴你, 你到底有什麼病? 他說我的病就是你的病, 你的病就是我的病, 是同樣的病, 我一想喔, 對啦, 沒錯, 原來中可巴得的是這種病, 我知道啦, 中可巴一生當中的最大的腹法, 遮止他的受難, 遮止他的受難, 是修的是大威德金剛, 以大威德金剛來遮止他的受難, 那師尊這一次的最主要的腹法, 也是大威德金剛, 怎麼那麼巧? 病也一樣, 病也一樣, 大威德金剛腹法也是一樣, 我也是大威德金剛腹法, 他, 中可巴也是大威德金剛腹法, 做他的本身的, 遮止他的受難腹法, 他身體真的不好, 不過,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說, 中可巴最近跟我講, 他說, 我這一生啊, 從來不浪費光陰, 跟我講, 他從來沒有浪費光陰, 我說, 我跟你一樣, 我每天寫文章, 每天修法, 每天運動, 我也是從來不浪費光陰, 中可巴一生啊, 他講說, 我, 那一世, 我拜了三十幾個師父, 我跟中可巴講, 那我輸你, 我才拜了二十幾個師父, 二十幾個師父, 他三十幾個師父, 我一共大大小小的師父擺起來, 就二十七個師父, 我什麼都寫, 那中可巴也是什麼都寫, 那中可巴一共有幾個根本的師父, 第一個就是敦諸人親, 敦諸人親, 敦諸人親, 仁波切, 敦諸人親, 仁波切, 在中可巴六歲的時候, 六歲的時候, 把他從父母那邊, 家裡突然多出很多的牛羊, 敦諸人親, 把很多的牛羊送到中可巴的家裡, 中可巴的父母, 把那個中可巴交給敦諸人親, 仁波切, 從小就由他來養, 然後給他灌頂五大金剛法, 很小的時候就給他灌頂, 這個聖樂金剛, 密集金剛, 大威德金剛, 系金剛, 絲倫金剛, 在他小的時候, 多給他灌頂這個五大金剛法, 他全部灌, 等他成長了, 可以獨立了, 就叫他到衛葬, 什麼叫衛葬呢? 這裡面翻譯給我翻譯錯了, 就是拉薩, 拉薩叫做衛葬, 西葬歸西葬, 他本來在青海, 中可巴本來在青海, 一路上走, 他遇到一個通靈的, 喇嘛烏馬巴, 喇嘛烏馬巴, 他很厲害, 他跟文知施利菩薩能夠交通, 所以中可巴遇到他是很幸運的, 他每一次在經典上發生的問題, 他就問喇嘛烏馬巴, 喇嘛烏馬巴就問文知施利菩薩, 文知施利菩薩就由喇嘛烏馬巴的嘴巴講出, 文知施利菩薩的道理, 那中可巴就領會了, 喇嘛烏馬巴, 最重要的上师是谁 最重要的上师就是杰尊仁达瓦 是撒迦派的上师 杰尊仁达瓦教他 教他中官跟英明 中官跟英明 他写了很多 所以他著作了 这个中卡巴的著作 没有西渡观音 他的著作非常非常的多 最主要的就是 菩提道赤地广论 跟密宗道赤地广论 另外他写了很多的论作 中卡巴写了非常多的论作 一生当中他都在红华 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大师 所以现在是格鲁派 皇教的格鲁派 一直那个 最后他把法给他的 这个甲朝节 把法的位置给甲朝节 因为甲朝节也是杰尊仁达瓦的地 杰尊仁达瓦到最后叫他说 你去医子中卡巴 最后他把法位交给甲朝节 然后这个跟克主节 克主节就是中卡巴的心旨 在中卡巴要离开世间的 这个五年 这前五年 离开人间的前五年 那时候 跟敦主 才来归于中卡巴 后来 跟敦主 就转世 成为达赖喇嘛 克主节 转世成为班禅 施迦也施 也就是蒙古的大佛佛 甲朝节 他成为皇教的教主 也就是甘丹赐巴 从甲朝节开始 一直轮甘丹赐巴 到了一百世的甘丹赐巴 到了西雅图 跟我见面 我们两个一起做法会 就是一百世的甘丹赐巴 他跟我在西雅图雷赐寺 一起做法会 那时候甘丹赐巴 把他的穿的 这个 他的龙袍 就给了我 把他的龙袍给了我 把他的这个灌顶服 给了我 把他的金刚灵 金刚处给了我 就是这样子的 一百世的甘丹赐巴 我问了一个 那天来的那个喇嘛 一个喇嘛 今天也有来 在外面 他是 叫什么 你们都忘了 七美 对 七美喇嘛 这个七美喇嘛 跟我讲 甘丹赐巴 现在已经 转了第一百零四世 一百零四 一百零四世 因为 要当甘丹赐巴 不简单 必须要 所有房教的喇嘛 认为哪一个 德行最高 修行最高的 那一个人 是甘丹赐巴 相当于 房教的教主 也就是说 差不多修行到最高的时候 都已经很老了 一百世的甘丹赐巴 居然到了美国来 居然到了我的 这个好像是说 西雅图雷赐巴 我们一起做法会 我把我的这个真品 拿给他 他把他的 这个穿的法王袍给我 另外还有灌顶瓶 跟所有的法器 通通都给我 还有他常常吃的黑宝丹 他都给我 甘丹赐巴 这是 皇教的教主 师尊有皇教的教主 给的这个传承在 另外达清法王 我跟 因为西雅图有撒迦庙 撒迦庙 有一个法王住在那里 就是达清法王 只有两个法王 撒迦教现在只有两个法王 一个就是 其庆法王 他们称为天清法王 一个就是达清法王 在西雅图 他也从撒迦庙走过来 跟我一起做父母 我们两个一起坐在父母座上 两个人一起坐父母 我们有早期的这些 而且有拜的师父 就是 那个撒迦正空 德松仁波切 德松仁波切的侄女 嫁给达清法王 那是什么关系 就是亲家吧 这个德松仁波切的侄女 嫁给达清法王 那我又是德 德松仁波切 我称他撒迦正空 为什么他叫我 我叫他正空 因为德松 德松正空正空 音有点像 有没有 德松正空 德松正空 我就是这样子叫他 因为他讲了空信 跟我讲了这个 洗金刚 跟我讲了道果 你看我跟中卡巴 那样子接近 病也一样 身高也一样 护法大卫德金刚也一样 那刚刚他又跟我指示 他从来不辜负光阴 那我也一样 我从来不辜负光阴 每天修法 每天写作 所以这个 我也觉得很奇怪 民进党我加持过 郑文灿 郑文灿是我给他加持 他找过我三次 我给他加持三次 后来他到桃园机场接机 我下飞机 他还来接机 我跟他讲 你包重的 你包重的 郑文灿他就很高兴 回去等着 他包当县长 没有人看好他 他居然当县长 而且联系两任 现在郑文灿的名气 在民进党里面 很高 是我加持的 我不骗你 这个法周堂的 这个联营上师 他可以证明 他可以 对不对 我亲自给他指示 亲自给他加持 就是郑文灿 但是我也不偏民进党 也不偏国民党 韩国瑜也是我给他加持的 是真的呢 那天有人在场吗 我给他加持 他献哈达 我给他磨顶加持 卖艺房教授 当时有在场 第二次加持 就是有庸信 拿到我西雅图的书桌面前 我给他牵走 盛宴加持 几年几月几日 我加持第二次 就是韩国瑜 第一次他是跟我一起吃饭 吃完饭他给我献哈达 献完哈达我给他加持 第二次是我在西雅图 我就给他加持 我下了飞机以后 这个 卖艺房教授 就拿他的电话来跟我讲 我说 我马上讲说 祝你当闲 你会当闲 我跟郑文灿讲的一样 排排他的肩膀 你会动算 这个卖艺房教授 拿手机给我 我就跟他讲 祝你当闲 那时候选举都还没有结束 他果然就当闲了高雄市长 现在变成这样 你看我加持的两个人 这样就国民党跟民进党就平衡 你看嘛 就是这样子 韩国瑜现在不得了 电视每天爆 每天爆他 每天都是 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韩粉 这有一个笑话吧 是这样子 听说这个陈其迈 这个 去这个 去请问一个大师 说大师啊大师啊 我要选举了 你看我将来怎么样 那大师就讲 你家里有钱吗 陈其迈说 应该有吧 陈其迈要选举的人都很有钱 陈其迈讲说 有啊 我有钱啊 那他说 你多买一点 乙毛衣 买一点 多买一点外套 陈其迈问说 选举跟这个外套 跟乙毛衣 有什么关联呢 大师回答 你不知道吗 寒流来了 你看这个笑话 不知道谁编的 也编得非常好 师尊加值的 很少镂空的 很少镂空的 这也奇怪啊 我加值的时候 我加值韩国语 那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 我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没有多讲话 我们各吃各的饭 我只跟他讲了话 韩国语啊 你的女儿很美 真的如果他还想起来的话 卢师尊对他讲了第一句话 就是讲说 你的女儿很美 很美的 师尊永远都欣赏美女的 都欣赏美女 将来你们同门 如果找到我的转世的时候 你问他 你最喜欢什么 这个小孩子讲说 美女 那一定是我了 真的 这个卢师尊什么缺点都没有 非常优秀的 品邪兼优 我也很认真的修法 很认真的努力 唯一的缺点 不要让我看到明 讲这个钟卡八 讲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告诉你 钟卡八是可没有 他没有修双生 他完全是单身成就 所以我们学佛的 学密教的 你单身修法 一样可以成就 除非你自己 已经修出了堪能 堪能是什么 永远无漏 你是无漏尊者 第二个 你了解了 完全的空性 对空性你百分之百的了解 而且你是无漏尊者 这两个主要的条件 那么你的行者也是一样 他必须要了解空性 必须要了解空性 他的修行的境界 也要很层次也要很高 有空性母的本身具象 空性母的具象 这个才是合格的 事实上蛮困难的 事实上蛮难的 对 这个修得不好 会下金刚第一 所以连华生大师讲过一句话 连华生大师讲 这个法是在毒蛇的口中起诸 毒蛇的口中起诸 不可以乱来 中卡巴是单身成就 单身成就 他是很伟大的主事业 尤其他主张的这个戒利 他主张的戒利 格鲁两个字就是戒利 这是他伟大的地方 中卡巴讲 他先写中观跟为事 他不只是学中观而已 他还写为事 以及英明就是逻辑 逻辑写 现在来讲就是逻辑 医子的上师傅很多 文书诸论 献光庄严论 祭舌论 中观论 入中论 脊量论 施量论 戒论 他学习很多 而且他本身写的这个文章 写的出版的作品 非常的多 苏珍现在写到两百七十二本 两百七十二本 所以中卡巴跟我讲 他说 你所写的 你我不需度光阴 你也一样不需度光阴 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卡巴的念诵法 大家知道吗 他的像 他有左右手 他是说法印 他这个手印 是转法轮印 不是说法印 是转法轮印 但是他的手印各捏着一个莲花 各捏着一个莲花 他的莲花 分为莲花的上面 有一支宝剑 就是文书实力菩萨的宝剑 就是属于智慧剑 另外 另一支手 他上面有金点 莲花上面有很多的金点 他的形象是这样子 我们有中卡巴的这个像在这里 这一尊是中卡巴 那一尊是阿迪详 阿迪详 这是中卡巴 我们有中卡巴的像在这里 那么有他的庄圆的像 又有他的咒语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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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他的咒语 念诵法的这个咒语 另外呢 又有他的观想 另外还有索印 就是转法轮印 转法轮印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深 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的念诵法 然后我们先跟他相应了以后 你继续再修内法 一般来讲 你有了相应 再来修内法会比较容易 但是也有人主张 你外法相应 还没有相应以前 你也可以修内法 也有人主张这样子 所以初级的法 你还是释迦心 跟上师相应 跟上师相应法 本尊法 因为上师相应了以后 本尊也很容易相应 你上师相应了 本尊就很容易相应 师尊相应了 跟瑶石金母相应了 以后呢 诸尊都可以相应 那你如何跟他相应 就是我讲的 一心不乱 就是禅定 你要把所有的 你的脑海 你的念头归一一 当你归一一的时候 那个光明就会显现 虚空中的光就会显现 而且你归一一的时候 你身体自然就清静 它这个光都可以照在你身上 所以272本书的内容 就是静光的抚摸 静光的抚摸 是272册的书名 就是静光的抚摸 就是抚你 跟摸你 用静光 它经常静光下降 就抚摸你 这样子 一尊相应 可以讲很多尊都会相应 再来你来修内法 就更容易了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清静方面相细 其实清静方面相细 清静智慧相细 各静方便智慧相细 这三个题目 我上个礼拜 我已经讲了 那是属于外向 再来讲的是属于内向 我告诉大家 这内向 很啰嗦 很啰嗦 而且很难讲 那时候啊 这个撒迦正空上次跟我讲 底下你不用看 叫我不用看 也不要讲 底下的 叫我不用看 不用想 这里面关系到 出果 二果 三果 出果 二果 三果 因为都是很深的东西 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现在所修的法 如果在密教里面 能够跟你的本尊相应的话 你到佛国净土就绝对没有问题 就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在气脉明点上面 你修持了以后 你可能可以寄生成果 不用本尊来接引你 你也可以 因为你修气脉明点 而直接 发出你的 这个 佛性本身的静光 你也可以直接 所以这个 写的东西是比较高级的 当初的时候啊 年华生大事 有把这些东西 给我 服藏在我脑海里面 把这些东西 服藏在我脑海里面 但是撒迦真空上师 叫我说 你底下这几段 不用 他没有跟我解释 我念一遍给大家听 如三观时 身口等三种等云而为 有就是身口意 都是清净的 等云了 就是清净了 这时候的做法 互斥撒那中方便 知会双印 方便跟知会双印 习金刚叫什么 在中文的名称就是 大悲空智 大教王金 这是习金刚 大悲空智 大教王金 所谓的方便 就是大悲 就是方便 什么叫做知会 就是空智 就是知会 空智 空智就是知会 护母二则 之界尽分 降以胜雷处 护母二则 谁是护母二则 护 就是白菩提 母 就是红菩提 全部 清净 降以胜雷处 什么雷 是花雷 是花雷 花雷 花雷是什么 莲花的花雷 不要再讲了 就是你们能够 意会到就好了 以中脉下端 如山起 银雷 如水会 以迟早 银雷 因温是什么 东西 是气 是气 如山起 气 如水 会 以迟早 水 流到 迟早 里面 如 戒指 洗之 明点 明点 颜色 非常的白 以 最胜处 什么是 最胜处 告诉你 密轮 是最胜处 发光油 又血脉 行至一季伦 从右脉 到季伦 右脉 进入季伦 以季伦 奇光若 破扫之日 泥泥而生 他的光明 好像出现 太阳出现一样 慢慢的上升 奇光 越来越大 灿灿如日 之偏照 若 会 骨气 胀胀而起 好像 会 吸满了气 就慢慢的 胀起来 我们吸气的时候 那个会 自然会 会 胀起来 收收的时候 就下降 他这个比喻 而已 又行 又血脉 观其 至于心轮 俱全三法 复行血脉 至喉轮 一样的道理 一直到了喉轮 一念 俱三法 复行血脉 至 这个 右耳 右耳放光而出 右边的耳朵 从右边的耳朵 放出光明 放出光明 出去 由其以光中 放出本尊的谈成 由这个光 放出本尊的谈成 我们经常照到那些 谈成 那个剥叶光 剥叶光里面都是谈成 剥叶光里面 全部都是谈成 每一个 你注意把它打开看看 里面真的都有成 都有谈成在里面 剥叶光里面都有谈成 那么 世贯 冠于一切 有情的相细 有情众生 生成本尊 有情所成的本尊 以己所放之光 二者香蕉 化为甘露 精碎 由顶门 开启之翻蟹 进入中脉 我告诉大家 放出自己的光 照片 有情众生 在密教里面 我们讲 观想 有这样子观想 你放出自己的光 就把 你前面的 所谓 后面 恩人师长 右手边 父系亲人 左手边 母系亲人 前面有六道众生 焉亲在主 你全部把它照片 就是用光去照片他们 然后再集合 把光集合起来 再从你的顶峭里面进去 这些都是方法 这些都是方法 这样子呢 化成甘露 精碎 有顶门 开启之 凡血 就再重新 再进入你的中脉 这是一种形环 这是一种形环 我讲的 单修就是一 双修就是颜 双修就是颜 是一种形环 双生就是一种颜 我讲过的 好 一样的 复念顶轮 具有三法 其光色转红 本来是白色 转红 因为降到的喉轮 就是红色的 具一千太阳的光辉 互降至心轮 一意志相续 曾转成五身之造 五个身体 变化成为五个身 什么身 五身是什么身 阿西雷 你们每个等一下 讲一下 什么什么身 什么受用身 一大堆的受用身 这个法流身 大乐身 什么身 一共有五个身 一共有五个身 你们回去好好找一下 只要成就的 都会出现五个身 五个身 其色转成五个彩色 季轮以下 五个彩色是什么 白色 眉心轮 红色 喉轮 心轮 蓝色 忌轮 清立色 蜜轮 蜜轮 黄色 黄色 不对吧 这个白色 红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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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 没有错 蜜轮是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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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种颜色都在 转成五彩 季轮以下 因戒 依据举之故 卖清金之道 游记而生 佛母之连功如前 以明点之相安住 彼此之间 这个明点 跟气 跟光 一起都是安住的 在那里 右手指之波浪 一间 调异又血脉 若勤气得之在 明空解脱门 是出果 你第一个得到的 出果 出果 是空解脱门 出果 一事一行以走脉 能指波浪坚固 调异又经脉 以命气得自在 明无愿解脱门 是恶果 如是行以中脉 能所恶直至波浪坚固 静至中脉 一气 住气得自在 明无相解脱门 为三果 清净方便 相细是尽 就是这样子 这样听得懂吗 其实所谓的出果 是刚刚我讲的第一次那个 第二次是 第一次是右脉 第二次是左脉 第三次是中脉 全部清净了 那个就是得三果 三个脉 全部清净了 就叫三果 我再讲一点 如是 以当了之 知慧之相信 其仅由左右二脉 至双耳门 便无外方 至中脉 而由环泄处 放射 这次收回 此行 此可行 此可不行 亦弃相同 以三波浪云聚 静至三脉 契入 住 出 三行 得以自在 结合三解脱门 一如前了之 这一段是很好 是解释前面这些的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应该听得懂 我是懂 但是依照他这边写的 我如果讲 你们也听不懂 真的 很难解释 所以那个撒迦正宫上师跟我讲 他说你不要读这些文字 那我怎么写啊 连华生大师不是给你辅场呢 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有辅场啊 你当然知道啊 先右脉 再左脉 再中脉 全部把它清净了 而且你可以从耳朵里面放出来 然后去跟加持所有的众生 然后再回到顶上 再清净你的中脉 就是三解脱门啊 先由右脉先解脱 再来左脉先解脱 再来中脉再解脱 就是三个解脱门 就是三国 五点零五分 还早呢 跟大家讲喔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来 不是在哪里爬起来 躺下来 难得啊 人生难得跌倒 跌倒以后躺下 不是很好吗 何必在那边挣扎呢 对不对 好想卖掉房子去环游世界 但是房东不准 当然不准啊 那房子不是你的啊 你想环游世界 对不对 房子又不是你的 告诉大家 你如果想环游世界 你真的好好跟本尊相应 本尊都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 别害怕别人怎么看你 因为没有人在看你 事实上啊 你如果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伟大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伟大 很多人都在看我 我不这样子想 根本我一点都不伟大 也没有人看我 我常常这样子想 那就没有压力了 懂不懂 你如果有压力 你会认为所有人都在看你 就产生压力 你要没有压力 你要没有压力 你认我行 我怎么走就是怎么走 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行则 我修什么法 得什么成就 我自己知道 不理不要理会别人知不知道 一点压力都没有 所以别人给你压力 那是压力还给他 我是这样子讲 现代人都有压力 工作上的压力 职场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非常的多 好 压力既然不能免 就压在我身上吧 我也没有感觉 为什么没有感觉 我跟所有的压力合一啊 你会不会跟你所有的压力合一 因为你跟压力合一久了 你就没有感觉啊 你如果排斥压力 压力会更大 你就接纳压力 然后把它化成无形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方法 你看嘛 这没有什么压力嘛 今年情年节 因为一个人过 没关系 明年再过几年 就会完全习惯 真的嘛 一个人过有什么关系 你久了就习惯了 压力在你身上 你把它接纳 久了你就习惯了 习惯了就变成没有了 事情做不完 就留到明天去做吧 运气好的话 明天死了的话 就不用做了 真的吗 人生的每一个人都要死的 你那么认真做什么 也不能这样子讲 我是每天做一些事情 我今天的事情去把它完成 完成了以后我就不再去想它 那明天再做一点 后天再做一点 我急着把它完成做什么 总之我每天有做 我责任已了 就是安心了 就是这样子 明年你就能够嫌疑翻身了 告诉你哦 翻过来还是嫌疑 不然你想变什么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教大家 佛教有一句话 看开放下 自在 你不能够看开 你就不能放下 既然不能放下 你就不自在 师尊常常讲 管他什么美女不美女 老夫也不理你 你既然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我们扯平了 对不对 你找麻烦做什么 因为我翻过来也是如圣燕 翻过去还是如圣燕 我也没有扫什么 你也没有丢掉什么 平等对质 在公共汽车上面有很多人 没有座位怎么办呢 叫醒正在熟睡的人 跟他说 你到站了 然后他会谢谢你 接着就飞奔下车 这个招啊 真是很好用 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也只想知道 到底是哪一个混蛋 把我叫下车的 这个我们啊 有很多的方法 学佛法一样有很多的法文 这个走不通 走另外一条路 走不通 总之啊 山不转 人转 山不转 人转 有很多的法 数不清的 你一法成就 法法就成就 法也是人做出来的 也是人去把它编出来的 他因为他走过这一条路 就把它编 就把它编出来 记者问一个人 是什么原因 让你下决心 决定要减肥的 那个人回答 那天中午很热 我中暑 晕倒 记者问 中暑就决定减肥了吗 那个人回答 不是的 在我被台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清晰地听到他们在喊 一二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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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醒了 还没有抬上车 这是一个笑话 蛮好笑 有一个人在家中问 怎样子面对人生呢 竟然从屋子里得到了所有的答案 大家都知道的 屋顶奖要高瞻眼熟 时钟奖要珍惜光阴 对的 钱包奖要居安思危 空调就奖要保持冷静 日历就奖要一时俱进 静止就讲了 要自我还醒 这个是很好的 这是很好的 我们 要反 常常要做反省的工作 常常要忏肥 我们每一天都在精进 我们每一天都保持着冷静 脑海不纷乱 那 精神集中于一 一心不乱 我们的脂量 就是要 量入为初 量入为初 我们这个时间讲 要珍惜光阴 是的 我们修行人 就要珍惜光阴 屋顶说 要高瞻眼熟 我们要看得很眼 看得将来 我们最主要的 是要看到什么 要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 但是 从你的心中出来 能够跟宇宙的光明 融合在一起 就得到真正的永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欧巴尼编命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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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